刚才讲了 女儿是在德国学的升约 而且拿到了硕士的学位 对吧 但据说现在是在国内发展 你是回来了 对吧 其实我当时回来的时候 在法兰科夫机场 我教授给我打电话 他是问我最后一次 要不要留下来的 我是可以留下来 但是我永远都忘不了 就是为什么说一毕业 立刻买机票就要回来 我是2000年的10月2号落地的 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件事 小嘛 18岁刚满 然后呢 12月24号圣诞节 真的就是什么都没干 那时候还在那学着语言 还没到考试时间 就冲回来了 就想见他 没有离开过他 然后他在那个机场 那个出口接我的时候 一摘他那羽帽 一半头都白了 就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突然觉得人 就是 我那一次我就觉得 我什么时候走 我一定要回来 就是独生女嘛 就不能是让他最后老无所依嘛 所以呢 就是 他是一生都奉献给我的 身体特别不好 好几个指甲 糖尿病 高血压 三脑病 然后那个 每天各种药带在包里嘛 我还是受了正统的 音乐学院的这个教育的嘛 是吧哈 但是呢 他是其实没有过一个 大的舞台展现给他的 我在北京呢 有一个自己的小乐团 有事没事啊 我们给朋友们演演出啊 什么这些的 他去年呢也演出 站在舞台上 你就觉得他就是那种 什么人家说啊 头顶上有光的人 但是突然有一句话 我感到特别的一阵哀伤 他就说不就是 哪怕你是再醉的酒香 终有一天会随着时间流逝 再不见任何踪影 今天借着 越战越勇这个舞台 我希望给他好多好多的勇气 然后我欠给他的一个梦想 他给我的是出国 念书 唱歌 他一定要在这个舞台上 越战越勇 未来二十年 是个完全成年的酒香 一定要酒香佳酿 常醉人 ��운相片